今天是6月29号,周六 大家好,我是网络财经 我们来录制A股的板块ETF经讲视频 我们一共去聊8个板块 酿酒、电力、石油、券商、半导体等等 那么这8个板块呢 我认为值得跟大家去聊一聊 有的是量价移动 有的是大家关注度非常之高 我们来一个一个去讲 觉得我视频不错的朋友 点赞关注,网络财经聊大A 第一个板块我去聊一下航空机场 这个板块在于出现了放量 周三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放大 在周五又出现在次的放量 而且周五的成交量是超过了周三这样一个成交量 那么在周三呢是出现了一个长向性 周四周五是出现两个十字星 这些都是量价关系相对比较不错 而且在这个低位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迹象 那么震荡指标呢出现了油绿变红 在超卖区域油绿变红这样一个拐点信号 但是我们要注意绿色柱是比较薄的 绿色柱没有超过这个 叫红色柱是比较薄的 没有超过这个绿色柱 接下来该如何去规划呢 我们谈一点 当前我们不能够说航空机场就已经见底了 还不能这么去讲 但是市场一旦出现反弹 这个板块我们预计它反弹的持续性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有成交量的放大 就一旦反弹整个市场要反弹了 指数要反弹了 那这个板块反弹持续性会比较好的 另外如果你当前的仓位若是比较小的话 比如说你当前仓位是小于四层的话 想要去配置一些仓位 那么航空机场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认为是值得的 好 这对于航空机场的思路 那接下来两个是优服工程 优服工程它连续四天没有创新低 在周五就是昨天的那根阳线打破了前五天的高点 而且也是占上了五日线十日线二十日均线 震荡指标在周三跟周五是出现两次的绿变红拐点信号 而且红色度是大约绿色度的 成交量在周五是创了过去11天的一个最大量 在120均线和250均线位置是给出了一个支撑 那么规划我们就一句话 下方这一条水平的绿线是底线 这个底线不破 我们看企稳小反弹 好吗 底线是这条水平率 也是过去这一周的一个最低点 底线不破 我们看企稳小反弹 这是油浮工程 再两个板块是半导体 半导体在最近的确有过非常明显的量价移动 就是这里成交量创了过去一年多的最大量 而且是过去一个月时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放量 这量能移动 而价格也是出现了一波上涨 同时走出了一个小级别的上空结构 还有一个大级别的上空结构 低点的抬升高点的抬升 那么在最近的这五六天 从高位出现这么一波回落 那么这种回落是一个正常的技术性回落 没有必要于太恐慌 它的整体上小结构大结构都是上空结构 但我们也要承认这个结构它走的并不是很强 它走的并不是特别流畅 它并没有出现那种特别大幅的创新高 所以我们思路还是维持之前的思路不变 就是短线我们可以做一些左侧的低吸 那么支撑位在这条黄色操板线 在这条绿色的上升趋势线 还有这条黄色的上升趋势线位置 是它的一个支撑位置 你可以做一些左侧的一些低吸 但无论说你如何去吸 半导体的总仓位占比不要超过三成 然后根据不同投资者的一个不同的风险偏好 我们去做一个左侧的哲实 那么底线底线是下方这条水平的绿色线 此位置破了 那么半导体板块就彻底废了 我们要明确半导体这样一个思路 好再聊个是酿酒 酿酒板块在最近尤其在周一是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 实体幅度达到3%的这么一个阳性 现在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下方 那么周二周三周日周五酿酒板块是连续4天没有创新地 但我们注意到酿酒相关的ETF是创新地了 对吧酿酒相关ETF创新地的 那么震荡指标在周三出现了绿变红的拐点信号 但成交量还是比较低迷 那对应该用来讲 从整个板块本身来看 我们可以视为这是一个初步的企稳信号 这是一个初步的企稳信号 接下来应该会有反弹 经过这么一波持续的大跌之后 但不要去奢望什么大反弹 同时由于酒相关ETF创新地了 所以对于这个板来讲 应该有不少股民是被套了 如果被套我们一定是只能小仓位 不能够是大仓位 只能是小仓位去扛单 同时小仓位去扛单 短线扛单的幅度 不要超过5% 因为有不少股民在这里创新地的时候 是有去关注酒 那么可以扛 但是扛单最多不要超5% 而且只能小仓位 如果一旦超过5%了要怎么办 要认错 要认错 好 这是酒的思路 再看看是电力 电力板块在周五又出现这么一根上弓的一个阳线 长得还很不错 量能由小方大 但还是处于20%阶段线下方 对于这个板来讲的话 我们就一句话 黄色超盘线 这条黄色多空超盘线 是多空分界位 也是支撑位 这里给出支撑 这里给出支撑 目前趋势的确为多 对于有仓位的人来讲 有仓位的 有电力板块仓位的朋友来讲 我们可以顺势而为去期待 能去再创新高 如果说对于没有仓位的人来讲的话 电力板块这种位置也不要去追了 也不要去追了 好吗 所以明确支撑 明确方向 有仓位顺势而为 没有仓位不要去追稿 这是我的思路 然后再看券商 券商是因为一些利空 传闻的一些利空 然后在周五出现了大跌 东财暴跌 很多股票都在往下跌 那我券商的话也是处于所有均线下方 又创了新低 那券商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牛市的起手 对吧 但是牛市起手的话出现了放量下跌 创新低 跌破了大盘在2635的那个位置 还要低 对吧 所以市场整体情绪就很不乐观 那么牛市起手创新低 对于市场是什么打击 信心上的打击 但也会拖累指数往下跌 而这种信心这种情绪 它需要时间去安抚 它需要时间安抚 就是说它接下来即使它往下跌的空间不大了 然后它还需要再震荡震荡震荡 需要时间 而震荡指标 震荡指标现在是绿色度又回到超卖区 那么我们谈思路 小仓位如果有券商的肯定是被套了 券商被套了可以 你可以去扛单 我们可以去劝上你可以去扛单 但只能是小仓位扛单 好吗 只能是小仓位扛 而且不要去想说我去加仓 我去摊毛成本 怎么样 不要有这种想法 只能小仓位扛单 同时我们等震荡指标 震荡指标能够出现超卖区域的绿变红之后 至少出现这个信号 然后再规到它的成交量 才可以考虑要不要去小幅加仓去抓反弹 否则就不要有任何加仓的嫌方 否则就不要有任何加仓的想法 好吗 所以券商这种下跌 渣男 这种不去能量是非常的大的 好 再两个是石油 十五晚上我们去聊两个周期 一个是日线周期 一个是小日周期 小日周期 我们看它走出了一个头肩底结构 各位 头肩底结构 看见头肩的结构 那么头肩的结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底部看涨结构 一个看涨结构 好 那么现在头肩结构已经形成 我们谈规划 这条水平绿色线是这个头肩里的右肩位置 这是底线 这个底线不破 我们可以看涨 底线不破我们看涨 同时折时 从折时上来讲的话 要看这条水平黄线 如果能够去跌到水平黄线下方 这才是一小博大的七位区域 所以一个是方向我们看涨 看涨的底线是这条水平绿色线 另外一个我们折时 是要看这条水平黄线 是一个一小博大的一个区域 要等它跌下来 两者必须同时满足 不仅要趋势为多 同时更要低风险折时 而再看日克线图 日克线图的石油 目前是处于所有的均线上方 震荡指标也是在周五突破了中轨 量能有所放大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 要各位就是它的均线排列并不好 它的均线排列并不好 六十均线处于五日线 十线二十线三十线上方 这个排列并不好 六十均线在下方是合理的 而六十均线在上方的话 它这种排列结构就不算很好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接下来还会有回调 还需要有回调 技术性等回踩到五日均线再考虑 而且要结合我们刚才所讲的 小周期的头肩的结构 去以小拨打 这是石油的思路 最后一把话的话就聊一下航海装备 航海装备在周五是出现一根大阳线 那么这一根大阳线是上涨了6% 一根阳线打破了过去30个节日最高点 30个节日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一个多月因为一个月是22个节日 那么一个多月仅仅一个半月了 对吧 那么它占上所有均线 而这种占上所有均线 其实这个均线排的也不是很好 因为六十均线在上方 对吧 量能是创了过去39天最大量 但是这个量能并不是足够大 相比这个量来讲 相比这个量来讲量并没有足够大 所以我们谈两条规划 第一条规划 我们以上方这条水平黄线 跟下方这条水平黄线 作为一个箱体去看待 这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过的 无论箱体有效性是高还是有效性是低 我们至少等它跌到箱体中轨下方 那么也就是跌到二十均线下方 再去考虑 再去考虑 好 第二点 均线排列并不好 肯定目前的位置不能去追 那也就是说等回落 等回落 好 那么这是板块的一个分析 那通过板块分析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如何去观察内在关起的 如果去观察均线的 如果去寻找支撑的 而我们观察到好的板块之后 接下来就是等回调 同时我们要记住 这个板块在启动的时候 在爆发的时候 哪些股票表现是比较棒的 然后更进一步 关注这种强势股票 回调之后的机会 好吧 我是王王财经的标.a 希望我的视频对各位有帮助 再见